在我们历史长河中,有很多关于各路神仙转世的传说,据说,肉体繁胎的李世民去到阴曹地府,石殿阎王看见他竟然吓得纷纷跪拜,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看看他的前世是谁就知道了,他的身份就连玉皇大帝都对他礼让三分,实在让人惊讶。 在古代,人们将生活的世界分了三个部分,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界,地府,人间,玉帝统领天界,阎王掌管地府,而人间则有人皇负责维护,三界之中,玉皇大帝就不用说了,手下天兵天将无数,阎王都有阎王,让你三更死,就不会留到五更的权利。 这也说明了,阎王手中权力不小,相比之下,也就人间的皇帝人微言轻,就因为没有法力。 然而,唐太宗李世民,他的地位超然,玉皇大帝对其也要礼让三分,他去阴曹地府时,石殿阎罗更是跪拜相迎,生怕有所怠慢。 在西游记里,有一段李世民下到地府求阳寿的表述,很多影视剧也将这段故事搬上了荧幕。 话说当日,经和龙王听闻,有个渔夫说,村边上有个算命先生叫袁守成,他能清楚算出哪里的鱼虾多,龙王十分不高兴,因为这些鱼虾都算得上是自己的龙子龙孙,于是他就跑到袁守成那里,想要找个油桶,砸了算命的摊位,袁守成预测明天会下雨。 经和龙王一听,内心大笑,因为雨水下不下,都是有他龙王说的算的。 他想着,第二天就来砸袁守成的摊位,可谁想,御帝有旨意,要求龙王明天必须下雨。 而且连下雨点数都跟袁守成一样,经和龙王为了赢了赌约,于是私下偷偷改了下雨点数,然后找到袁守成,打算败坏他的名声。 袁守成也不气恼,他对龙王说,我早已知道你是龙王,你虽然赢了,但你违背御帝的命令,会失去性命。 经和龙王这下慌了,连忙跪求有什么破解之法,袁守成说,行行的是大唐宰相魏征,他也是天上的人曹官,于是龙王慌慌张张地去唐太宗李世民梦里请求帮忙,得知前因后果,李世民也是一口答应了。 然而,李世民也知道魏征刚正不阿,于是就使了个心机,行行那天,李世民就拉着魏征下棋, 让他无暇他顾,一开始都很顺利,李世民眼看时间快要过去了。 而魏征也因为下了泪睡着了,就当李世民觉得尘埃落定的时候,谁能想到魏征在梦里就把金和龙王给斩了。 龙王死后,始终认为是李世民没做好,于是冤魂一直围着李世民,让他吃不好,睡不好,或许是整日收到龙王冤魂的惊吓, 李世民身体情况每况愈下,渐渐也感觉到大陷将至,就在这时,魏征告诉他有办法能延长寿命。 李世民一听,眼前一亮,试问,哪个皇帝不想着能够多活几年? 原来,魏征认识帝府的生死部判官崔玉,他生前是李渊时期的李布侍郎。 在李世民临终之前,魏征写了一封信交给他,嘱咐他去到殷曹地府以后,就去找一位叫做崔爵的判官,现在掌管着生死部。 李世民谨记魏征的话,转眼就来到了,鬼门官,钱,虽然李世民生前是九五之尊,但是已经下到地府了,按理说就不再是帝王了。 谁知道崔判官见了他之后,竟然连忙恭敬地跪地行了一个跪拜之礼,在崔判官的引荐之下,李世民见到了石殿阎王。 石殿阎王就是地府十个大殿的掌管者,身份非常高。 然而,当他们看到李世民之后,竟然也跪地行礼,公身将他给迎了进去,态度十分地恭敬。 崔判官将生死部上李世民的死期,贞观一十三年,添了两笔,变成了贞观三十三年,相当于又多添了二十年的阳寿,随后就指引李世民重新回到人间,但是想要回到人间,没法原路返回,只能按照转生的路程走一遭。 而就在人们往生的必经之路上,李世民见到了无数的恶鬼,还看到了鲜血淋漓的十八层地狱,这些受刑的人都是生前作恶多端的人,死后就要经历相应的刑罚。 李世民看到这一幕不禁吓得冷汗淋漓,李世民当初为了登上皇位,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两个亲兄弟,在那场政变中,死去的冤魂不计其数。 想到这些,李世民心中含义更甚了,还阳的最后一道程序是亡死成,这里面有数以万计的冤魂。 他们看到李世民后都朝他扑来,李世民看到了不少的熟面孔,当即就吓得大喊。 而这个时候,崔判官告诉了李世民化解之法,回到凡间以后,只需要做个水路大会,就能够超度亡灵。 而能够超度亡灵的唯有西天如来处的大乘佛法,李世民还阳后,就与唐僧结拜为兄弟,赐给他九环西杖与袈裟,让他前去西天拜佛求经。 西游记的故事也正式拉开了序幕。 而在这其中,有几个疑点让人不明白,在整个三界之中,人界是最末等的,虽然李世民是人间的帝王,但是先不说他下到地府后跟,普通人无意,就算石殿阎王尊重他是凡间掌管者,那大不了也是平起平坐。 然而在原著中说,石王出在森罗宝殿,控被弓身赢亚太宗,显然石殿阎王对他的态度并不只是普通的尊重,而是非常恭敬,甚至还跪地行礼,显然是身份低于他的。 其次,凡人命数不可更改,然而崔判官却二话不说,直接给他添了二十年阳寿,并且还费尽心思将他送回人间,这已经是在打乱凡间秩序了。 那么李世民究竟是什么身份,值得地府的人为他做这么多呢? 李世民不但能获得石殿阎王的跪拜,就连玉皇大帝见了他都要礼让三分。 而原著中提到,李世民就是由北极紫薇大帝转世而来,他的全名叫做中天紫薇北极太皇大帝,是掌管自然界的天神,地位仅次于玉皇大帝。 古代的人们都喜欢将紫薇星当作是,帝星,有些人的命象中会被群星围绕。 人们就会认为他是紫薇下凡,有,帝王之相,从星象学上来说, 人们能有这样的结论也是有依据的。 北斗七星围绕着紫薇星四季旋转,如果把天比作一个漏斗,那么紫薇星就是漏斗的顶尖,光从星象上来看,不难看出紫薇星在天界的地位。 紫薇大帝执掌天经地位,能率三界星神与山川诸神。 护风换于法力无边,在凡间受到历代帝王的供奉,他虽然主要是辅佐玉皇大帝工作,从地位上看也是仅次于玉皇大帝,实则两人都是九天大尊之一,能够平起平坐。 紫薇大帝能上至北斗,下统封都,也就是说,别说是石殿阎王见了他要行礼,就是后土娘娘亲自来了,都要低他一头。 此时转世的李世民虽然是肉体凡胎,并且还望尽了前尘往事,但是却不能改变他是紫薇大帝转世的事实。 唐三藏后来再去西天的路途中,有观音菩萨一路相护,每到一个地方只要曝出唐王的名号,基本都能畅通无阻。 到了西天后,如来佛祖也很给他面子,大乘佛法说给就给了。 虽说这跟唐三藏是金缠子有关,但是这些佛门众人能够这么给他面子,从一定意义上来说,跟李世民的特殊身份也脱不了关系。 而紫薇大帝能出现在凡间,是因为他跟金缠子一样,都是在人间历劫。 人们认为凡界充满七情六欲,是三界中最苦的一界,凡是神仙想要提高修为,位列仙斑,都要去凡间走一遭。 所以紫薇大帝能成为凡间的帝王一点也不奇怪,紫薇大帝本身已然是一个厉害的存在了,他的弟子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。 紫薇大帝的门下有四大战将,被世间尊称为北极四圣,极天鹏、天游、益胜、真武这四位神将。 天鹏元帅在天庭担任要职,掌管天庭的八万水兵,极善水性。 在天公与南蛮的大战中,天鹏元帅仅仅依靠自身力量,就降服了南蛮的三千弱水。 而真武大帝,民间流传着他的故事,相传他是盘古大帝的儿子,也是炎皇二帝的父亲,是一位远古之神。 从紫薇大帝四位弟子的实力,可以看出其本人的厉害之处。 有徒弟如此,师父该有多么厉害,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。 难怪时代阎王要纷纷对李世民行,跪拜大礼。 只因为李世民的前世是紫薇大帝,李世民因为在轮回之中,不知道自己是紫薇帝君。 可是这些阎王掌握生死簿,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,请在下方留言,点击订阅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